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泰国观察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 泰国总理投票进入倒计时 谁将问鼎第30任泰国总理 现在曼谷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 昨天曼谷市长查查宣布 为了符合民主制度 市政府官员将起草一项法令 开放公共言论空间 并将议会大厦旁边 曼谷市政府的一个广场 开辟为前进党支持者 和平集会的区域 这块区域大约可以容纳一万人 配有帐篷和公共厕所 集会期间还会安排 医务人员和救护车 从上个周末开始 总理候选人Pita就开始参加 支持者组织的集会 而且一直会延续到本周四 基本上每天都会举行集会 主要就是为了前进党摇旗呐喊 向参议院施加压力 那意思就是我们有人啊 其实参议院也有人 保皇阵营如果集结起来的话 队伍也是浩浩荡荡 双方不分伯仲 目前最紧张的是警察 政客之间为了争夺权力 警察招谁热谁了 是吧 还得加班加点 除了曼谷之外 包括周边的巴根塔尼 北栏 春无礼 暖无礼 甚至连龙载错的警察都有可能会支援首都啊 这也是过去一贯的做法 厂外的情况目前就是四个字啊 严阵以待 厂内的情况这两天也有了新的变化啊 主要是两点 第一 选举委员会在周一的讨论中没有对皮塔 ITV持股案做出表态 两天之后 也就是本周三将宣布ITV持股案的下一步进展 现在选委会有三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是将这个案件提交给县法院进行审理 这个做法将彻底颠覆目前的局面 皮塔在接受县法院调查期间将暂停各种职务 那他周四就没办法以议员的身份来参加议会了 但他依然可以凭总理候选人的身份参加议会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他的支持者周三就需要去把曼谷市政府准备的那个广场给占领了 第二个选择呢 是就此打住 不把这个案件呢 提交给县法院 这样的话 ITV案就算告一段落了 在没有新证据之前 不能再以这个理由提起调查申请了 不能想起来就去告人家 日子还得过是吧 第三个选择就是继续拖延 也不提交 也不驳回 继续装税啊 不出声 这个做法的后果也很严重啊 仅次于第一个选择 因为根据宪法规定 如果明知道候选人没有资格参选 但继续投票给他的话 那投票人有可能受到牵连 这个牵连对个人来说 包括拘留 禁止从政 对政党来说的话 可能会被强制解散 也就是说 如果在周四投票之前 对ITV持股案没有明确结果的话 很多议员 包括参议员和众议员 很可能会弃权投票 这样的话 那投票选总理这事儿 很有可能就会进一步推迟 对泰国经济来说 继续等下去的话 代价太大了 所以本周三 选举委员会对 ITV持股案的态度至关重要 第二个变化 是关于潜在的总理候选人 我们在上周日 泰国周刊里面说了 目前除了明确的 唯一总理候选人皮塔之外 还有八个议员 有资格被提名 作为总理候选人 当然前提是皮塔 拿不下376席 至于为什么是这八个人 搞不明白的 可以去看一下周日 我们的节目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八个人分别是 为泰党的被东单 赛塔和蔡加瑟 泰兹豪党的阿努廷 人民国家力量党的巴威 连泰建国党的巴玉和皮拉潘 以及民主党的朱林 就在昨天 连泰建国党宣布 不会在议会中 提名巴玉和皮拉潘 作为总理候选人 同时也不会投票 给试图修改112条 冒犯郡主罪的候选人 意思就是 我不参选 我也不投票给皮塔 泰兹豪党的党魁 阿努廷也表示 第一 不会支持组线少数派政府 第二 不会支持修改112条 这是一个非常中立的态度 跟多数派站在一起 但前提是 维护君主力限制 这也基本暗示了 太子豪党 不会提名阿努廷 作为总理候选人 那除了这三个人 巴玉、皮拉潘、阿努廷之外 在皮塔无法获得 足够支持的情况下 有资格被提名为 总理候选人的 只剩下了五个 我们下一步 可以顺手的再排除一个 那就是民主党的朱林 民主党在今年大选中惨败 仅获得了25个席位 在投票当天 也就是5月14日的深夜 朱林先生就承认大选失败 并肩负全部责任 辞去了党魁的职务 目前是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 上周日 民主党在曼谷召开会议 选举新的党魁 但是由于没有达到 法定参会人数 会议被迫取消 现在有传闻称 阿P10有可能会回到泰国 重新执掌民主党 但是这个说法 并没有得到阿P10的证实 在民主党目前的情况下 他们应该不会以一个 大选失败者的身份 去竞争总理的职位 OK这样的话 就还剩下四个人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在看这四个人之前 我们还要提到一个关键人物 那就是众议院的新议长万诺 万诺生于1944年 今年79岁 是泰国政坛的老将 曾经担任泰国内政部副部长 农业部长 交通部长 并在他信执政期间 担任议长 万诺是巴扎克党的领袖 这个也是一个音译 有人说他这个巴扎克 或者是巴叉叉党 这个意思是民主 或者是民族 或者是之类的 但是我们因为在这个字面上 不好去给他界定 我们就用这个音译 就叫他巴扎党 该党派的大本营 在泰国的深南三府 就是没事就搞事情的三个府 忍拉府 陶宫府 和北大年府 由于在泰国政坛 万诺非常有影响力 威望很高 所以很少有其他政党 去动万老爷子的地盘 万诺曾经是人民国家力量党的成员 后来跟维泰党部分党员 在2018年 一起组建了现在的巴扎党 巴扎党也是现在巴党联盟的成员之一 虽然在议长之争的争夺中 看似前进党和维泰党都后退了一步 选了一个其他政党的候选人来做议长 但是议长的职位 其实是更加偏向于维泰党的 虽然在众议院中 维泰党比前进党少了十个席位 但有了万诺的加持 前进党和维泰党的实力 实际上是不分上下的 我个人认为维泰党其实还要越胜一筹 好了我们在了解了万诺这个人之后 就是简单了解一下之后 我们继续来说 如果在皮塔无法获得上下医院 这个支持的情况下 就是无法出任泰国总理的情况下 那么还有可能被议会提名的总理候选人 我们刚才说了 通过排除法还剩下四个人 首先第一个就是维泰党的贝东丹 她是泰国前总理他信的小女儿 1986年生人 今年37岁 2022年3月20日出任维泰党家族领袖 从政的时间很短 目前维泰党内部对是否提名贝东丹 也有一定的争议 好多人认为她太年轻 政治资历和经验都不足 她更多的还是依靠他信和维泰党的政治光环 加上维泰党内部有大把的政坛老人 可以说是人才积极 相比之下 贝东丹就是一个黄毛丫头 政治人脉和微信还远远不够 因此参议院的那些老人 可能根本不会把她放在眼里 第二个候选人也是维泰党的 叫赛塔 1963年生人 今年60岁 现任维泰党的首席顾问 他是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院金融博士学位 在赛塔从政之前 他曾经是地产巨头上司瑞的总裁 看到泰国的经济搞成这个样子 也是一怒之下于2022年11月加入维泰党 如果维泰党上台执政的话 向全国16岁以上的人群 每人发放1万泰铢的数字货币 就是他提出来的 赛塔的呼声其实也是比较高 主要是看中他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经验 很多人希望他能够帮助泰国的经济走出低谷 第三个潜在人选还是为泰党的 是蔡加塞 他是1948年生人 今年75岁 也是泰国政坛的老将 英拉执政的时候 他是出任司法部长 由于英拉政府倒台之后 全国陷入紧张局势 蔡加塞曾经作为代理内阁的代表 与军方谈判 在2014年5月22日 他宣布代理内阁不会主动辞职 会继续管理国家 就在他说完这话不久 当天下午的四点半 巴育将军就发动了军事争辩 夺取了政权 蔡加塞被认为是泰国司法界的一道光芒 可以解决司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但经济方面并不是他的强项 以上三个人都是维泰党的成员 如果提名的话 不能一个个的事 只能三选一 如果真的走到这一步的话 就是皮塔失败 需要大选的第二大政党组建政府 并提名候选人的话 在维泰阵营内 赛塔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当然除了维泰党之外 还有一个大人物 我们一直没提 那就是人民国家力量党的总理候选人巴威 巴威有时候叫巴毅 这个完全是阴翼的这个这个关系 所以有些差别 其实就是一个人 1945年生人 今年78岁 曾担任泰国皇家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 现任泰国副总理 去年在巴毅接受调查的期间 曾经代理泰国总理一职 他还有两个职务很有意思 这个媒体上很少提到 他现在还是泰国旅游协会的主席 而且是泰国国家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很难把一个国家军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 和这两个职务联系起来 巴威在军中担任要职的这段时期 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西纳瓦家族执政的时期 不管是他姓还是英拉 跟巴威都有比较长的时间一起共事 所以他跟维太党的关系 不能说暧昧吧 但绝对不是死敌 他现在领导的人民国家力量党 其实从前身 就是说从组建的时候来看 就是很多维太党分离出来的政客所创建的 其中的关系也是千丝万缕 有泰国以外的媒体猜测 巴威有可能会取代皮塔担任泰国的新总理 但我个人的感觉 这个可能性也不大 并不是说没有 也不大 首先第一 巴威这个人怎么说呢 他可能比较爱玩 不太爱管政治事物 而且说话比较直接 也曾经多次引起过外交方面的争议 在正面之后 他是辅佐巴欲将军上台 表明他也不想涉及政治太深 说实话 巴欲将军在军中的影响力 以及能在参议院拿到的支持 巴威也能轻松拿到 而且巴欲拿不到的东西 巴威照样还能拿到 如果想谋一任总理的话 他很早之前就可以实现了 第二 巴威是军界的代表人物 这次大选中 很多选民都明确反对军人参政 特别是在军政府统治了这么久之后 他这时候再冒出来 肯定会背黑锅 遭到选民的反对 这一点他心里也很明白 作为一个聪明人 他也绝对不会去当出头鸟 第三 巴威曾多次公开表示 没有担任泰国总理的打算 虽然在大选期间 作为人民国家力量党的唯一候选人 他宣布 已经做好了出任第三十任总理的准备 但这更多是为了该党派 在大选中争取更多的席位 属于是党派的声音而不是个人意愿 如果你作为党派的总理候选人的话 你都公开表示说我不想当总理 那谁还会把票投给你 如果没有票的话 你就会失去在议会中的席位 你的影响力就会降低 如果降低人民国家力量党的影响力 这一点是巴威不愿看到的 综上所述 巴威在实力上是绝对有能力上位 但目前的时机对他来说并不合适 他也没有这个意愿 而且泰国目前所面临的局面也不允许 那泰国目前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就我这样一个门外汉 简单的跟大家说一说 当然不一定对 或者说肯定不对 大家就当看着玩 简单来说一共有六点 第一俄罗斯和乌克兰现在的仗还没打完 地缘政治动荡还是在继续 第二东盟内部为了缅甸危机 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缅甸跟泰国接壤 有大量的难民跑到泰国来 在这里吃一阵子喝一阵子 然后泰国政府给他送回去 过一段时间自己又流袋来了 毕竟他们的边境线是靠腿就可以过来的 一个不稳定的邻国对泰国来说是很难处理 不能管又不能不管 管太多了也不行 管太少了还是不妥 第三在全球生产线大迁移的过程中 泰国没有分到肉吃 越南印尼和印度成为了最大受益国 泰国的经济其实非常依靠外国投资 现在苹果把钱投在越南和印度 虽然在泰国也投了一些钱 但主要产品线并没有放在泰国 泰国大量的日本汽车企业将到印尼去建电动汽车生产线 原因很简单 印尼有大量的涅矿 挖出来就能生产汽车电池 而且印尼还是人口大国 全球排第四 劳动力充足 泰国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 第四东西方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在互瞎 泰国既需要东方制造业提供的商品 也需要西方的技术和资金 别管谁瞎谁 泰国都疼 第五 泰国国内经济低迷 新政府如果继续推迟的话 将影响新财年的预算 政府各个主要部门 现在都等着预算来安排新一年的工作 没有预算就没有钱 没有钱谁都难受 第六 受二尼多现象的影响 泰国今年迎来大面积干旱 而且预计明年和后年的旱情会有增无减 这对泰国第二大产业 农业和食品加工业来说影响非常大 泰国政府急需出台政策措施 来应对气候变化 综上所述 泰国目前并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局面 别管是谁出任新任总理 都要面对一些崭新的挑战 就是过去在历史经验上 没有遇到过这些问题 在总理人选方面 我没有具体的态度 其实不管谁执政 对于在泰国生活的外国人来说 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泰国目前还不具备 进行翻天覆地大改革的条件 皮塔上任动不了112条 就不能说民主全面降临 那么皮塔不上 其他人上 前进党在大选中的胜利也不会被抹杀 民主也不会分崩尼西 泰国更多的还是将延续过去的老路 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左右逢源 在内部社会中发展经济 美国智库对泰国未来发展提出了三个观点 我认为还是比较重肯和客观的 第一是扎实搞经济 特别提到了扎实这个词 第二个是进行司法改革 第三个是稳步推进军队改革 这里特别提到了稳步 就是一点一点的去搞这个军改 就我个人而言 首先是希望泰国的社会能够稳定 因为泰国现在的情况实在是经不起折腾了 第二个呢 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受到泰国人民推崇和爱